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專制時代 總統府是威權的象徵 但在民主的時代 總統府是人民參與的公共場域 總統府現在是總統 副總統 相關人員辦公的地方而已 這個產權是屬於全體國人 過去在蔡總統任內 特別推動總統府建築光雕展 就是希望能夠用不同的主題 對土地表示敬意 也呈現多元的文化 從而能夠讓參與的人更瞭解台灣這塊土地的故事 也能夠凌聚人民更大的力量 在我們成長的五六十歲以上的這一代的人 我們剛才這首歌 這裡面 這首歌 我們童年這首歌裡面的一句話 深深觸動了我們的心扉 那就是諸葛四郎跟魔鬼黨 到底誰得到那支寶劍 在我們那個物質非常貧乏的年代 在班上同學隨有一本漫畫書 諸葛四郎 不管班長是誰 大家都聽這個漫畫書的主人 他才是真正的地下班長 諸葛四郎對我們全台灣從南到北的影響 簡直是沒有辦法 無與倫比的巨大 他真正的滋養到我們每一個幼小學童的心靈 帶我們非常豐富的成長 非常好的養分 也帶給我們非常多的歡樂 到了今天民國113年2024年 我們台灣已經蛻變了 自由民主已經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 我們每一個人的DNA了 這個實在是一個進步文明的社會 但是未來還是希望所有國人同胞 大家繼續來努力打拼 開創更美好的台灣的未來 一些階段更多的故事